孟天昌了我们实际上是七个科学实验柜 第一个实验柜实际上就是我们叫流体科学实验柜 它这里面可以研究一些流体动力学 还有一些复杂流体交替的一些变化的一些规律 还有一个我们叫两项的科学实验柜 这个实际上是研究这种气液两项 在太空微重力的状态下的一些基础方面的研究 其中还有一个叫材料科学实验柜 就是实际上高温材料 这个和我们合音昌的这个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 都属于材料类的一个科学实验柜 利用这个材料科学实验柜 我们可以研究一些特种材料和新型材料 在微重力的状态下 它的这种生长变化的一个规律 通过前面这些的研究 有望对我们地面的一些工艺进行相应的一个改良 还有一个大家也觉得会比较有意识的 我们叫燃烧科学实验柜 燃烧科学实验柜实际上大家从名字上看来 我可以研究不同的种类的 包括什么气体的液体的固体的一些材料 包括一些新材料 在太空中的燃烧的一些特性 揭示一些燃烧的基本特性 同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双碳 节能减排相关的 我们可以通过在燃烧柜里面的一些研究 能够改良地面的一些工艺 然后还有一个柜子 就是我们叫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 这也是我们独有的 我们提供了所有的实验柜 载轨 比如说你出现了故障 有的问题我需要维修操作 那我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工厂 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研究 其中最大的两个亮点 我们认为是一个叫高精度视频系统 一个叫超冷原子物理实验系统 这两个这个科学实验柜 实际上第一个 高精度视频系统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目前载轨最高的 三乘以十的十七十方 这么一个量级的一个 频率稳定度的一个实用系统 那这个实用系统 我们可以进行天地的一个比对 然后可以为未来的 长时间的太空旅行的一些时间基准 提供很多的一个 太空应用的一个基准 还有一个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小于100个PK 接近于绝对零度的一个 极限的一个温度水平 可以研究一些波斯安因斯坦 凝聚的一些超冷原子物理的一些研究 那这两个实验柜 届时也将会成为世界上 最高水平的空间的 这种基础物理的一个研究平台